经过第一轮飞椅的挑战 除了卑鄙跟雨淇 其余六位全部要来忏悔 因为你们对垃圾的事情 太不敏感了 居然只有我们两个赢了 太棒了 现在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每个人拿一个试管 来收集你们的眼泪 收集眼泪最少的人 成为这一环节的垃圾大王 倒计时 三 二 一 开始 还有音乐 好伤感 等一下 来呀 太酝酿了 哈哈 哈哈哈哈 鼻头的脚太重 哈哈哈哈 你们买的洋葱不大了 像大招啊 谢谢 我是 按摩 我的妈 这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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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痛啊 臭酷了 时间到 来 我们对着镜头展示一下 每个人大概收集了多少 我真的出来得太快干了 只有燕琳没有眼泪 所以这一环节的垃圾大王 还是王燕琳 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同这三个 垃圾大王当中 产生今天的垃圾王中王 这个人要跟最最可怕的城市垃圾 有一次亲密接触 我的天啊 我好紧张啊 还好紧张啊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 歇 两个月 王燕琳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垃圾王中王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